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频道 视角永恒359度 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 擅长探索和分享高质量的娱乐话题 如果您同样喜欢满满的正能量 喜欢寻找趣味开心 那么新闻频道一定是您最爱的去处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新闻频道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提醒 不要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 千万别忘了点个赞 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们 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 视角永恒359度 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 我认为 王一博最近的好消息是真的多 可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不过 这位主角一直有个问题 有人整天给他塞破饼 还有人背后推波助澜 这些人在想什么呢 难道王一博还不够忙吗 什么成欢计 什么四番 就是不停地给他塞破饼 这到底是想让他胖成什么样啊 话说 王一博的真实消息就是如此 不过这也不能怪这些粉丝们 毕竟王一博太优秀了 光是他主演的电影《无名》 已经破9.22亿了 而且他和导演关锦鹏互相关注了 期待他们的合作呢 《无名》排在北美票房榜前50 暂列44名 这只是开始后续还将在澳大利亚 新西兰 港澳 泰国热映 他还主演了电视剧《冰与火》 在2月时 19、20日分别在韩国、泰国、日本定档播出 而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 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不得不说 这位主角很厉害啊 王一博最近禁组了金色征途 早出晚归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最近 微博之夜是内鱼界的大型盛宴 虽然主办方只是艺人们必须要合作的平台之一 但艺人们还是纷纷参加了此次盛宴 而王一博的粉丝们也很关心他是否会参加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深度加温度 新闻最专注 毕竟他为了敢进度 连出国参加巴黎时装周都没有答应 但当微博之夜的官方亲自来电邀请时 王一博恐怕还是去参加的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演艺事业越来越顺利了 也越来越受到全球粉丝的关注 就算他没去参加微博之夜 至少也不会影响他的人气和实力 因为最终的胜利者 总是那些一直在努力和坚持的人 所以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善良一点 风水轮流转会往死里转的 视角永恒359度 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心外我认为 每一场娱乐圈中不可或缺的活动 如此热闹谁能独善其身 娱乐圈中的摄影师和装发师正在成为各位艺人们的焦点 对于各位粉丝来说 他们可真是等花儿都谢了 你还在等什么 的感觉 几乎人人都被约满了 艺人团队的手速也是无与伦比啊 亲爱的 一天没见 好想你 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 身外我认为 对于其他艺人粉丝来说 他们很可能会担心自己家的艺人 能不能抢到合适的装发师和摄影师 毕竟这关乎工作室的出土质量 装发做得不好 连媒体们的精修那时都无法过关 看不下去 摄影拍得不好 工作室的出土会直接被粉丝们骂上天 但是有一位男子不一样 他就是王一博 因为王一博有王一朵 这对早已合作多时的搭档 王一博99%的时尚装造设计者都是王一朵 包括王一博在创造101中的出圈神造型 而这几年来 王一博参加各类活动造型的操盘手 都是王一朵 深的粉丝们的多次好评 有了自己的御用装发师 王一博的装造 大家是不用担心了 到时候只需要安心等待 王一博的诈场出圈了 从微博之夜开始确认举办之时 粉丝们就在好奇 王一博是否能够参加 如今终于确定了 大家也就终于安心了 毕竟从无名宣传开始 到路眼结束 王一博出现过 后面一头扎进金色征途剧组 那是再也没有出来 记得今天要开心哦 深度加温度 新闻最专注 偶尔拍摄点 近期广告大片粉丝们才能看到 最近王一博的状态 看看魏若来 究竟是什么样的气质 而今可以在活动中亲眼看一看了 这也算是一场喜事了 微博之夜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活动 每年都会有很多一线明星出席 每个人都会努力打扮 让自己在红毯上大放异彩 近日有网友爆料 杨幂、赵丽颖、唐嫣、刘亦菲等一线女星都将会出席红毯 其中杨幂和唐嫣还将会上演世纪大和解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据悉杨幂和赵丽颖将会牵手走红毯 这么多年来杨幂和赵丽颖多次传过不合 但近期两人已经彼此关注重新修复了关系 而唐嫣也将会出现在红毯上 她自从结婚生子后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这次她重返红毯 无疑让人期待不已 视角永恒359度 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以前提到过 赵丽颖和杨幂之间的恩怨纠葛 想你了 你最近好吗 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 看似是娱乐圈中的典型剧情 但实际上是由于竞争导致的 赵丽颖与杨幂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两位女演员 她们的恩怨纠葛不仅引起了媒体和粉丝的关注 更是凸显了娱乐圈中的激烈竞争 这很现实 适者生存不仅是用娱乐圈 更是用整个文明圈 人类圈 虽然赵丽颖和杨幂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矛盾 但她们的竞争却是一直存在的 当年杨幂凭借公成为了大红大紫的女演员 而赵丽颖却还在各大剧组打酱油 直到赵丽颖客串了公所珠联 被一些粉丝错任成了杨幂 赵丽颖才在社交媒体上 怒斥这种不负责任的粉丝行为 后来 赵丽颖凭借《花千古》等热门作品走红 她的人气和知名度不断攀升 而杨幂则接连拍摄了很多偶像剧 但影响力似乎有所下降 两人的竞争逐渐平息 但也没有变得亲近 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两人罕见同台 却并没有任何交流 快乐的一天 开始了 深度加温度 新闻最专注 这被网友解读为是一场公斗戏 今晚我感觉山不转水转 山水相逢的一天 的的确确很有看头 您说对不 这不 这些年年都是山水有相逢 趣味度满满 视角永恒359度 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外我认为 王一博从这街走进大银幕 然后从大银幕走进这街 真的让人眼花缭乱 首先他是一位展露头角的是非英雄 他见证了歼20等国之重器的诞生 是一位少见的题材高燃热血电影 《长空之王》的主角 这部电影定档4月28日 目前想看人数破百万 也是今年五一档唯一一部 想看破百万的电影 并将在中国和新加坡同步上映 另一方面 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舞者 将在这就是街五六中再次露脸 这一次 这就是街五六将会集结前五季的几位老牌嘉宾 以及三位实力不俗的外援 嗨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 其中包括王一博 王嘉尔 刘雨昕 黄子涛和韩庚 新外我认为 这次的阵容十分厉害 王一博是一位元老级别的选手 他先后参加过多记者 就是街五节目 新外我认为 他的舞台表演总是能吸引很多粉丝的关注 他的加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另一位老王王嘉尔 同样凭借着自己在节目中的出彩表现 博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新外我认为 王一博和王嘉尔之间的比赛碰撞 为节目增添了很多看点 期待他俩能在这 就是街五六中再次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此外 黄子涛和韩庚也是往级节目里人气颇高的队长 尤其是韩庚 他在节目里的资历或者说辈分算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但是黄子涛却让人有些担忧 毕竟他上一次在这 就是街五出现时表现不佳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舞者 将在这 就是街五六中展现自己的实力和风采 相信他们一定会给观众带来热血和惊喜的表演 快乐的一天 开始了 深度加温度 新闻最专注